放鬆 平常你都會幫他做運動嗎? 是 那平常你就是一樣一起做被動的 對對對 就是幫他這樣子動 對對對 除了做這個以外還有做什麼樣活動? 不是平常 平常這邊會幫他做泡腳 泡腳 泡半個鐘頭的腳 還有其他的 就是打腳 用氣功雞打 這個就是氣功雞 打泳泉穴 我通常打兩次 一次是五分鐘 就是刺激他就對了 刺激泳泉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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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鬆喔 好 我有用胰骨式療法 什麼什麼什麼療法 胰骨式療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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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綁腿 嗯 上次你不是說你也知道嗎 不是 不是這個人 上次是簡小姐 對 不是同一個人嗎 不是不是 有兩位他們會亂 喔 上次那個是簡小姐 上次那個人說他有 他有去涉獵一股式療法 不同人 不是同一個人哪 不是同一個 不好意思 抱不得我就覺得十點 好像不認知 不是 好像不是上次那一位 喔 對啊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同人 他不是有兩位一起來喔 沒有 他們有來 我會一起來 喔 我的意思是說 有兩位物理治療師 對 對 對 喔 這樣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會 因為上次我跟他聊過 是 我跟他講說 我媽媽有用一股式療法 喔 有做綁腿 他說他知道 他說他因為 想要更深入的知道 一般的 傳統的 這個自然療法有些什麼 所以他有 也有去涉獵 喔 所以他說他知道 這樣 那個我比較不清楚 喔 所以我 我想說 什麼是反股式療法 喔 放鬆喔 對 很好 對 所以上次那個 是下一個月才會來 上次那個才會 我不曉得 人家要請他們去 喔 你們是兩位 對 互相輪流 對 每個月不同的人嗎 每個月 要看 看配合的時間 因為我們 兩個的時間 是不一樣的 那要看機構 跟我們 這樣子match的時間 是哪個時候 對 因為機構他們有 他們 行程 流程 對 那要看 我們兩方 配合起來 是哪個治療師的時間 可以配合機構 對 因為我們不只是一個機構而已 喔 所以你們是兩位小姐在輪流 對 我們服務很多機構 喔 所以你們兩個是partner 對 沒有關係 是 所以你們是組成一個協會嗎 還是怎樣 我們就是一個團 團隊 我們裡面不只有物理治療師 我們也有其他的 我們也有職能治療師 喔 所以那個職能治療師 我們的職能治療師 也是他這個傳遞的 喔 沒有 不行 喔 好 我可以動一下 欸沒問題 我們這次 那個職能治療師 是那個 那個學校的東西 喔 這樣 你有遇到嗎 那個 有啊 上次來不去就看 喔你有遇到嗎 帥帥的 我還跟他接LINE 喔是喔 喔 是 婆婆 很痛喔 忍耐一下 喔 把你的腳稍微動一下 喔 不然好硬喔 不會痛 痛他會 他會有反應 嗯 如果他痛的時候 他會有反應 對 可是因為老人家在做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小心一點 喔 對 會怕會有補充的問題 喔 對 那我們外力如果太大的話 會怕會有一些問題 是是是 所以我們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我們會幫他做一些那個 切拉的運動 讓他的腳比較不會那麼僵硬 是是 對對對 因為像通常他們僵硬的是膝蓋 是是是 對 對 忍耐一下喔 我的力氣沒有很大嘛 對不對 你看他一直看著你 對啊 不破 因為他第一次看到你嘛 所以 對 他現在不錯了 會就是 你做什麼他會看 嗯 那以前他不 不太會 像這個你們平常 你們自己也可以做 就是 就是把他腳 稍微拉一下喔 對 我都有 對對對 不破 不破 眼睛 眼睛扎一下 扎一下眼睛 一直看 他想要理解你是什麼人 對 因為我發現在我媽媽還沒有中風之前 是 我帶他去那個中正紀念堂 嗯 聽那個 聽那個演講 聽一個 黃英雄老師的電影賞悉 是 結果他就 有跟我說 反應說 這個老師講些什麼 我都聽不懂 可是我那時候沒有警覺 是 我以為是 因為他是講電影嘛 嗯 都講外國的電影 我在想 也許他看不懂那個電影 所以他沒有辦法理解那個劇情在說什麼 所以老師在講那個劇情 他就 他就不了解老師在講什麼 我以為是這個意思 嗯 就後來 我現在回想起來 是 我覺得 他已經 有 某種 程度的那個 中風是左側 不是吧 右側 右側 對 那他右邊比左邊還要軟 活動力 對 那個 我問過 那個遺骨師老師 他說 因為右邊中風 他神經沒有接上 嗯 所以他是送的 嗯 那 左邊呢 因為他有知覺 是 他就張 他就緊張張力的關係 就是 他是這樣跟我解釋 所以那個 左手 他是 對 以前很奇怪喔 以前他的手 以前他的右手 是 好像木偶人這樣 鬆鬆軟軟的 對啊 可是現在 你覺得他的 右腳 是鬆的嗎 鬆軟的 可是你看他的右手 他右手本來也是跟右腳一樣是這樣 好像木偶人一樣 你怎麼動他就是這樣 可是現在他的右手 嗯 變成是僵硬的 非常硬的 嗯 那 我不了解 這個是不是表示他的 我不了解 這個是怎麼樣一個現象 因為 中風一個現象啊 對 我的意思是 原來是很鬆很鬆 像你剛剛說的 對 現在他的右手變得很硬的 我知道痛 忍耐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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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其實這個疼痛的刺激也好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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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為關節有一些刺激 會有一些反應 他們說 你給他一個刺激 對他的神經 對 神經細胞 是 是一個刺激 然後會促進修復 好 我是聽這樣說 對 已經好了是不是 已經好了 好 沒關係 我這個做完就過去 對 對 給他一個刺激 好 對 所以他們說要有一點點的 對 要有一點點的 反應 要有一點點的痛 不能說完全 完全都沒有痛 這樣 是啊 你可以看他那個右手 你就會發現 那個右手呢 是硬的 可是以前不是 以前是像那個木偶一樣的 非常的靈靈 所以這個啊 就是我會建議你這邊要多動 多動 非常硬 可是以前是 不會 鬆軟的 你這樣子動久 動一下下 它就比較鬆了 對 所以你可以長動這邊 對 因為他的左邊的空間 沒有那麼大 然後你要對於可以動的 這個地方 要再多加強 對 然後像這個地方啊 輕輕的就好 輕輕的 一次拉一個關節就好 不要拉兩個 是 老婆啊 關一下哦 好 忍耐一下 所以你們 我們這個物理治療師的 那個理論也是建議 要有到痛的 一點點 對 一定至少 至少要有 不能說不痛不癢 做得不痛不癢 對 對 因為對他來講是刺激 我覺得比較好 因為你 呃 這麼說好了 中風這一側本來的感覺就比較差 那疼痛 他有疼痛的反應至少 比沒有好 對 有刺激總比沒刺激好 對 對 我 我 去 因為我是公民記者嘛 因為 之前我沒有做這一塊 之前我是做那個環境啊 什麼之類的啊 跟公共議題有關的 是 因為我媽中風年